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变成私生女 所以连我们的身份都交换了 这就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妈妈 还有我最信任的姐姐对我做的事 妈 我听生我的那个人跟你赔罪了 那抢了你老公 破坏了你的家庭 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痛苦 你却还要扶养一个坏女人的孩子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请问看着我的脸说话 我一定让你觉得很痛苦 想到了过去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想到了那个坏女人 我这种傻瓜 她们竟然把你骗得团团转 我真是太好笑了 那就这样吧 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当伪君子 那我就陪你们 我再也不会让你们看到我的真心 我再也不会了 要不你跟安娜商量一下 又在我背后说什么呀 安娜 你回来得刚好 晨曦跟我说 有一个交换留学生的选拔赛 你不是一直想去纽约吗 我们一起去纽约好不好 你跟刘晨曦去好了 你跟刘晨曦去好了 拉着我干吗 这孩子怎么了 又哪根筋不对啊 她肯定是看过那封信了 什么信 安琪 你去看看安娜 安娜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没事 挺好的 你想太多了 安娜 留学的事情 你真的不去了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还真会演戏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要一起实现梦想的吗 我当然会去 我们一起考上的话 要不然 距离我们的梦想 越来越远了 不过了 不过了 安娜呢 怎么没跟上来 不如我们帮她一起先领了吧 嗯 晨曦真是个天才画家 安琪她抢走了我的身份 我的父亲 我的幸福 还有我的晨曦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看到晨曦 你靠在这里 你们自己提起来 你懂了吗 我相信你 我希望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是安琪告诉你的吗 有什么问题吗 她跟我说 如果你不在学校的话 肯定在这里看油画了 她凭什么这么说 我 我不是在看油画 我是在看展厅 刘春琪 是因为安琪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你跟她这样看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很坏 没错 我就是这个坏脾气 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来烦我 我 我从来没拿你们俩比较过 我也不觉得你脾气很坏 相反 我觉得你的个性非常率真 很有艺术家的特质 一点都不矫情 你说的 是真心话 真的 是真心话 我不骗人也不骗你 而且 我觉得你是一个 值得别人尊敬的女孩 你对自己的梦想非常坚持 你也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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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没有想坏坏你和安琪 可是你知道吗 安琪她并没有想象中得那么单纯 那么可爱 她会撒谎 她会装单纯 她会欺骗所有相信她的人 安娜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好 安琪很关心你 她一直觉得很遗憾 因为你不能跟你的亲生母亲在一块 所以她尽量地保护你 想补偿你 她希望你能快乐 让我快乐 她是个骗子 你被她骗了 其实 安琪 安琪她才是死生女 哥 安琪因为担心你 才让我过来安慰你 根本不配她对你这么好 这些话 我不会对安琪说 我希望你也别说 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等你回头 我再走 晨琪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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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爱 宝贝爱 I love you 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不许在你书包里 你再找找 好 这里面会不会有啊 你 进去里面有没有 跟哪儿啊 我不知道啊 安娜 你别等我了 快去吧 别迟到啊 来 我去旁边找 安娜 安琪呢 她这晚上丢了 准考证丢了 怕别的事吗 没有事我要进去了 安琪他们一定急死了 我真的就把准考证藏起来 不给她了 还是现在打电话过去告诉他们 准考证就在我手里 不行 安娜 你不能心软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包括那个刘晨熙 是他们欠了你 不是你欠了他们 这只是向他们收取一点点灵犀而已 这只是向他们收取一点点灵犀而已 这只是向他们收取一点点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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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妈算了 就这样吧 我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出国呀 倒是你 晨曦 你快点进去考试吧 他们好像已经开始十分钟了 大概还有十秒就来不及了吧 你这个傻瓜 你要考不了了 我还考他干嘛 可是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时间到 我说我们还是去给全师傅盖房子吧 省得他老念叨 你把我的房子都收光了 你也不关我 好了 走吧 妈 你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走 没有什么 Normal 还能给你 opened 吧 我们可以看到 dun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